大家好,我是吳仔 大家好,我是OK仔 我不會再CUT的了 音都神通 語言有終了 不是高音,OK 翻天覆地 厲害了,這個世界 沒完沒了 那些東西呢,講不完 講不完,什麼事 簡報債 不是說說官員 承諾 會極力去營救 這些被 賣了小豬的外國人 厲害,我們還說 他會不會開樓灘 不是,真的救到人 出來,威威吃雞 拉餅餅 這麼快,這頭說捉到,那頭說捉到 那世界還有罪惡的 有辦法,告訴你 有了 有什麼辦法,給我like 你這麼高效率 這個世界,沒有問題 他應該有這麼高效率 是不是 不是說 糟了 人靈現在又說 講到,是不是有機會 又說要搬鬥 又說要清瘡滅豬團 很多這些古靈精怪新聞 越出越激烈 很多家屬會很擔心 那你官方 跟別人說了,即是柬埔寨官方 意思是 柬埔寨官方 你跟別人說了會救的 那,是要做些成績給大家 因為,你接下來又說搞殘奧 是不是 真是,真是,真是 頭都大賣 那是怎樣呢,實情是救了什麼人呢 救了多少個呢,厲害了 現在跟大家說一下究竟 救了什麼人出來 是,另外 之前跟大家跟進過 在柬埔寨那邊 賭場員工整班衝出來 那裡原來 就說 有六十幾個男女 因為它對面河已經是越南 那 在河中,大家都不怕 間水 逃走成不成功呢 現在就說有人成功逃走 有人被沖走 也有人失敗 那誰好彩,誰不好彩呢 一會和大家跟進 就更新一下 另外,厲害了 有一宗新聞 原來是這樣 就說 原來有個女生 台灣女生來的 在KK員工做事 做了十幾天之後呢 她就不願意做了 就想著跟家屬 人蛇跟家屬 聊天 然後再跟她人蛇集團的家屬 聊天 不如你不做 給錢 就說一手交錢 一手交人 那件事怎麼樣呢 去到 說明是詐騙集團 不騙你 就假的 去到機場 突然坐地起架 嘩,這樣也行 當然 什麼叫做詐騙集團 老什麼土 一向這些事情 跟你講誠信 是不是 她都有誠信可言 很難 是不是 那件事是怎樣呢 最後這個台灣女生 能不能夠逃出新天呢 嘩,厲害了 一會和大家說一下 精彩絕倫 另外 除了講柬埔寨之外 嘩,印度啊 不是神童啊 印度的病毒啊 哎呀 又要人命啊 厲害了 又是那隻叫做蕃茄流感 整個身體呢 好像粒蕃茄一樣 不是 嚇死你了 生粒粒 好像生粒蕃茄那麼大粒 那粒不是 即是不是那些喉鬥啊 我猜應該是那些 大水泡 說到這個蕃茄流感的症狀呢 如果種到 就會整身出現一些紅疹的 但是啦 之前有報導過 現在無端端啊 那個在印度呢 就越來越強勁啊 越來越多呢 年輕人呢 就中毒 而死亡啊 那件事是怎樣 都會和大家研究的 另外啦 美國那邊呢 都在爆炸大腸幹菌 嗯 周圍 各地都粒粒亂的 是啊 那病毒 保持著也有的 你問心那句 是不是 你這個 人類這麼久的歷史 地球這麼多年歷史 是吧 或多或少都還有一些 還未發現到的病毒 那現存的 是吧 你極端天氣會導致它爆出來 都是明白的 另外啦 那跟大家講一下呢 有其他新聞 唉 真可憐 有日本的瘋線人 啊 就在那裡砍人 那究竟這件事是怎樣呢 一會跟大家跟進一下 另外講到日本呢 他們皇室的那個 是不是叫做公主啊 他們公主說 熱家錯郎 窮到啊 沒有衣服 我以為沒有衣服穿 我以為窮到沒有衣服穿 沒有衣服穿 沒有衣服穿啊 沒有衣服穿啊 因為好像兩個人 過了去美國生活的 那究竟實情是怎樣呢 一會跟大家跟進 都麻煩啦 沒有衣服穿 是啊 又會這樣的 跟了一個窮鬼 不是吧 真是嚇死了 真可憐 真可憐 先跟進一下究竟啊 柬埔寨這邊呢 那些當地的警方啦 軍方啦 或者官員呢 是不是真的做實事 以這個目標為本 做了些事情出來給大家看呢 一開始我還很質疑他的 現在 嘩 好像真的做了些事情啊 柬埔寨的傳媒 昨天引述他們的內政部 就說了 原來啊 日前呢 已經在這個西哈魯克省的西哈魯克市呢 找到三個懷疑被關押的外國人了 好 印度神通語言 好快 泰國都會交人出來的 是吧 因為你新聞不出來 說抓不到人 嘩 香港又抓五個 是啊 根部寨又抓幾個 全部都好像 不說就直接不知道這些事情 一知道就多快抓人 是這個 嘩 嘩 就是 正所謂上帝早已預備 是啊 真的 搞人頭 搞人頭 是不是搞人頭啊 那 有人 就是那個報道這樣說的 有人打去這個副總理兼內政部長 邵肯的有關工作熱線電話 就說呢 被人關押了這個西哈魯克省的公司 這麼厲害 可以直接打到他們內政部長 嘩 什麼號碼 你快點介紹一下 給別人吧 那 又說被人困在這間公司裡面 這三個人 一個是三十五歲 美國籍 柬埔寨 就是男子 查普 一個四十三歲 美國 男子 和一個三十一歲 印尼籍的老婆 哦 那又說他們呢 的簽證已過期 和護照已經不見到了 那 警方啊 在這個西哈魯克市 找到他們的時候呢 他們自己都在自己的房間 說外面大門又沒有鎖 又沒有人員住手 沒有表面傷痕 那 即是怎樣 那是不是屬於禁錮呢 還是被人劈了在這裏呢 好了 那更加 有這個叫做美國籍的柬埔寨人 說到 他在21年8月 用遊客身份 進入柬埔寨 之後呢 他們這間工作三個月後 打算辭職 就不給 當然不給 你哪有辭職的 你賣你豬仔 你賣豬仔有得辭職的 糟了 我不做豬仔啊 我做牛仔 可以嗎 好可愛啊 這個想法 當然不給 哪有辭職的 沒有辭職的 有時候說得好聽 打工 你真的以為自己打工嗎 真的以為自己打工仔 你真是傻的 是賣豬仔啊 賣豬仔啊 就說不給他外出入 病又不准放假的 那些 神經病的 你是奴隸 另外 有一個美國籍男子 跟他印尼籍的老婆 在九年八月 入境柬埔寨 在金邊市 教了兩年書 去到二二年的一月 今年頭 他老婆 所認識的印尼籍 和菲律賓朋友 介紹過幾份工 但是 由於工資太少 所以他辭職 去西哈老黑省 找工作 他說 公司獲得足夠工資 還獲得獎金 就是告訴你 沒有啊 沒什麼特別的 還給他足夠工資 還有獎金拿 世事無奇的 不有了 這三個人的遭遇 沒有說被人獨膽 沒有說什麼的 那 交貨 加行貨 算不算呢 那你叫 當是先救了 三個人沒有被困住 三個人又在獨立的房間 那究竟這件事 真是一個迷了 可能很快就越來越多人 但是我們看到 之前在柬埔寨邊境那邊 有賭場員工 突然之間 逃出這間賭場 四十多人 當時就說 現在就說 原來 最新消息是說有六十人 有男有女 大家都全力走出這個大樓 為了逃離這個魔掌 不顧一切跳河 而河中 有很多飄滿人頭的畫面 而越南邊境人員也證實 有四十二個原來想著游泳回越南 有一個不幸 被河水沖走了 另一個更加不幸 被賭場人員捉回 真的 有人幸運 有人幸運 有人不幸運 那就說 有成功 在柬埔寨游回越南 當中有三十五個男人 還有五個女生 他們說 成功逃脫的這班人 就說 他們去柬埔寨的網絡賭場做事 不單止 是不會停 還是沒有糧出 沒有休息 所以 他們想著 就逃離這些地方 所以說 基本上 你是過去幫他們做 這個奴隸 沒有糧出的 什麼都沒有 他喜歡給你 不喜歡的 就有他 所以 現在在柬埔寨做事 都是沒有糧出的 再說一次 在柬埔寨做事 很多人都是沒有糧出的 有飯吃 有沒有飯吃 我都不肯定 但是你看到 這些員工 在網絡賭場上做事的員工 告訴你 做事不但超時 沒有補水 還要沒有薪水 你想想 那些所謂的高薪厚職 聘請你過去 是不是開空投資票呢 很大機會也是 是吧 那自己想吧 這些事 不要這麼容易相信他人 我們剛才說 另外有個台灣的女生 在這個KK園區 打算被人抓去 沒有強姦 但是被人 讓她做詐騙工作 那我應該不漂亮的 不知道 人家漂亮不漂亮 我不知道 但是 這件事就是這樣說的 這個台灣女生 也是被一個朋友 邀請 這些好朋友 真的 邀請去泰國玩 泰國玩 誰不知 實際 被人腦點了 這個緬甸的KK員工 從事這個詐騙的工作 報道指出 這個女生 在KK員工做了十幾天之後 不玩了 我走了 好了 那邊人蛇集團 又很討厭 你想走 叫你家人交贖金 就可以了 很簡單 付錢 解決問題 好了 原先 談好了 一百五十萬新台幣 一百五十萬 大概四十萬港幣 說到 一手交人 一手交錢 什麼叫一手交人 一手交錢 就是 她的人蛇集團 會派人 夾台灣女生 先回到台灣 一到台灣 就說 你看到人的時候 就麻煩你給錢 這樣說 好 好像很著數 送你去台灣 去到台灣 你還得了 一會發起爛上來的時候 那些人蛇集團 行不行 到時候會走路 那就不用家屬金 人蛇集團說 你有張梁計 我都可以過長梯 四十萬 好了 去到萬谷機場之後 突然之間 跟家屬說 百五萬 我覺得也是 不太少 二百五十萬 台幣 大概六十六萬港幣 即加多二十六萬 而說到 這個女生 瘋了 給多二十六萬 哪有 我怎麼回 那個女生就說 死都不去了 即是不上飛機了 你這樣夾發我 我沒命的 家人哪有籌到這麼多錢 那樣那樣 這個女生 竟然 厲害 她就說 不願上飛機回台灣 躲在出境大廳的廁所裡 躲在廁所裡 死都不出來 接著 打電話 回去給她爸爸 叫她爸爸 聯絡 泰國駐台代表 求救 一招來的 新招 死都躲在廁所裡 她都不出來 你奈我什麼河 是吧 即是她 是不是在後機室的廁所 是吧 你那些偉洋 是吧 你沒有理由 請我出來 好了 而說到 附日處理這件案子的官員 說到 觀光機場 不是 機場觀光警察 她辦公室 即是派完 立即找這個女生 她說 一開始見到那個女生 害怕到她 她嚇到她 鼻孔都沒有肉 她就見到 代表處的人 來了 她才安心 因為你始終 你知道 詐騙案 一會兒 你說你是警察 哎呀 不要 我說我是港督 你督東西都死了 我督東西 是 我督東西 然後找回 可能見到一些 相關的人士 可能是台灣的人士 出來 喂 行了 沒事了 好了 在日前 已經安排 飛機回到台灣 也說到 有一個三十歲的男人 原先打算 被人逼到金三角地區 做詐騙工作 厲害了 她不知道是否特別 就說這個三十歲的男子 後來被人蛇集團 夾在泰國 從事些什麼 賣任 色情行業 真是顧重 是 然後被人賣去柬埔寨 男人 男人 是啊 是啊 不是東西少啊 男人都要做啊 你以為只有女人要做啊 所以說給大家聽 不是每個人都這麼幸運 有些東西 沒辦法 人和人不同命 但是呢 有些東西呢 可以避 大家不知道避不避 在印度啊 這個番茄流感啊 哇 死了 越來越多年輕人 專門搞年輕人 之前呢 猴鬥好像只是專門搞男人 現在做些番茄出來呢 就專門搞年輕人 就說 在印度啊 已經超過有八十個年輕人 全身生粒粒 生到紅色一塊塊 更加呢 八十個裏面呢 有五十八個呢 已經刮老襯啊 哇 死亡率很高啊 啊 因為 印度啊 當地呢 有八十二個年輕人呢 皮膚啊 出現了劇痛的水泡 紅疹 症 症狀好像蚊叮蚊�叢蟲咬的症狀 更加呢 有發燒啊 有外國傳媒報道啊 這種新型的病毒 就被譽為番茄流感 哈 那麼最少呢 有五十八個出現 這個 食物中毒的症狀 而住院死亡啊 哈 就是被人咬完之後 你會出現這個食物中毒的症狀 那麼恐怖 不是吧 那麼根據印度快報表示 他說 當地衛生部部長啊 就說到 番茄流感是新種 變種的手足口病 在五月份到七月份之間 當局已經發現了八十二宗病例 全部都是五歲以下的年輕 哈 而說到這個番茄流感 和喉症症引起的水泡比較 又將發燒的症狀 和燈格熱和一些手足口病比較 然後 研究人員認為 這個番茄流感 是可能 後者啊 即是那種燈格熱啊 肌孔痕啊 這些手足口病的後遺症 就不是一個新的病毒啊 啊 即是叫做 燈格熱手足口病的變種了 然後專家指出 這個番茄流感呢 跟其他病毒感染一樣 都是疲啊 呃 呃 吐啊 肚子啊 發燒啊 脫水 和關節腫脹啊 周身痛 這些常見的流感 正常 但是呢 它有機會會死人的 整身生粒粒 是不是 那麼這件事情 你看 這些病毒 絕對整天都會變種 人都變種啦 是不是 人都瘋了 在日本啊 又出現街頭斬人的事件啊 又是誰瘋了啊 這次 不是啊 在東京攝谷 有一個小女孩啊 在昨晚 在街頭 拿刀斬一對母女啊 這次不是老了 是女孩啊 這個小女孩呢 十五歲 砍人的小女孩 是小女孩啊 砍人的小女孩 是小女孩啊 現在是十五歲 人就變種了 現在 是不是 你看到 舊時又說 有些毒L啊 刺殺安培俊先生 那些啊 都總有個原因的啊 那究竟這件事是怎樣呢 原來在昨晚 七點半左右 砍人的那個小女孩 只有十五歲 就是一個中學三年級的學生 而攝氏的母女呢 就是懷疑剛剛走過呢 這個女孩啊 走到後面呢 就襲擊她們的 警方 當日報道場 指出呢 涉谷區 懸山丁路上面呢 有人受傷流血啊 那趕到現場之後呢 發現一個五十三歲的婦人 和她十九歲的女兒 胸背 多處中刀的 好處人呢 她的意識是清醒的 那就送去醫院了 那現場呢 也是京王井之頭線 神傳列車附近 這個站附近的 周圍呢 住宅啦 食屎啦 林立的 那究竟呢 什麼事呢 日本經常都砍印 無段段 是啊 沒有差別的 警方呢 跟著 就說 抓了她 檢獲了一把摺刀 生果刀的空氣 那 警方盤問底下呢 這個女孩啊 對這個犯罪行為 直認不諱 就說 說了 我不認識她們的 我不認識她們的 那為什麼你要砍她呢 沒有啊 我想被人判死刑 嘩 那你自己死就不行 求死啊 他 求死很多事情都可以求死 那為什麼要砍人呢 真是不知道 正仆街 是啊 那 因為始終說到 不要殺她 折磨她 折死她 折磨她 那兩母女有沒有死 沒有死 就是流血 又沒有去到 重傷昏迷的 那些事情 另外 說到日本 日本皇室 這位公主 日本真子公主 是不是真的嫁錯郎呢 領事了 那 因為 日本皇室 她們的 這位 真子公主 上年 就在這個 力排 眾議底下 執二 就嫁給她大學同學 小失龜 婚信呢 那時候 承熱矣的 那 因為 這位 小失龜 在日本 民眾心目中 裏面 覺得她是渣男 渣男來的 那更加 現在 傳出 這位公主 婚後生活結局 而她一馬 就是祖母 美智子 就 覺得 不行 沒理由要孫女受苦 想著 出手相救 那 真是恐怖了 原來 這位 小失龜 上年和今年二月 參加紐約律師資格考試 連續兩次都落榜 近期也參加第三次考試 如果今次都是領異的話 可能 沒得做 沒得做律師 那你簽證和收入都有一個問題 再加上 沒有公司擔保 這兩個人 怎樣拿到綠卡呢 有人就非常之 撲爆頭了 是吧 也有消息指出 這位小失龜的媽媽呢 被人 爆了出來 就 懷疑 她的前婚夫 欠前婚夫的錢 就更加有消息 指出 公主的老公 為了申請 美國留學簽證 甚至乎 要問人借錢 更加有爆 這傢伙是很淫亂的 在外國求學期間 有些淫亂負面的新聞 就 完全是 爭男一個的 不過 怎麼都叫做 是不是癡心錯腐呢 不是 這個公主 一直都覺得 這個男人好人 是吧 嫁了給她 更加 就 願意放棄皇室身份 婚後卸任了皇室身份 並改名小失真子 隨著她老公 就移居美國 但是 見到這些事件 好像說 一浪接一浪 負面消息 又 鳳凰變麻將 這位 真子公主 有人 有日本媒體報道 由於 這位 小失貴 即是公主的老公 傅馬爺 是吧 就在紐約 擔任這個法務助理 年薪 雖然 高達 六百萬 六百萬 日圓 但是 話畢 他們要租屋住 原來 他們租屋 每個月 要付四十萬日圓 你想想 都不是很多錢 對吧 有人估計 他們 計算 每個月 賺的錢 以及 要花的錢 一早 陷入赤字 所以 更加 有人爆料 看到 這位公主 好像沒有衣服換 他連訪問 金奶迪家屬 平時出入 都是一些 叫做 最常穿的 那件 軍綠色大衣 就是重要 平時穿開的衣服 平時出去買 購物 都是一些 叫做 outlet 所以被人感覺上 搞不定 那怎麼辦 搞不定 現在又有消息指出 現在一位美智子上皇后 就打算 叫做 太上皇后 就是 救孫女 就說 原來 一早 想著 這個孫女 有事的 太上皇后 所以 將遺產 想著直接 捐給外孫 不過 現在 人都未走開 孫女都叫不定 所以 將 那些基金 委託的數量 那些資金 全部 一次過 就全給孫女 不過 這樣說 你全給孫女 會不會隨時 隨時 隨時 被那個男人 騙了 那就真是 不知道他們 兩夫妻怎麼想 當然 是不是值得 五大筆錢 一次過 給她 兩個這麼年輕 讓他們試試 究竟 這個世界 如何 生活更好 患難見親情 經常都說 一句 正所謂 有人救他 就可以了嗎 沒有人救 怎麼辦 這件事 真的不知道 另外 有一宗消息指出 美國媒體 爆發 現在 就說 原來 我們的習主席 曾經 要求阻止佩洛西訪台 當時 派登 拒絕 拒絕 阻止 當然 因為 美國的規矩 是這樣的 三權分開 不可以一起 混在一起 總統 總統沒有權 去干涉 他們那邊 立法 那邊的 程序 訪問 這件事 華盛頓郵報 引述一名匿名 白宮高級官員 說 習近平 我們的主席 在7月28號 晚上 曾經跟拜登 談過電話的時候 要求 拜登想想辦法 不要讓佩洛西訪台 不要讓他訪過去了 但是拜登就說 不好意思 我做不到 因為 國會是政府 中的獨立機構 他們是有權去決定 去不去做訪問的 而說到 官員透露 拜登在通話中 警告我們的主席 習近平 如果佩洛西訪台 你不要採取一些挑釁 和威逼的行動 這樣嗎 看來大家 這個對話當中 都不是一個 原來 都不是一個很友善 很溫柔的對話 大家都有 自己的立場 都爭不爛 爭不爛 這件事 不知道 這些事 現在才爆出來 因為試過 都好像回落 沒那麼熱烈 台海局勢 也沒那麼緊張 是不是 但是 現在 最緊張的事就是 那些柬埔寨 KK園區 那些人 怎麼辦呢 一浪接一浪 越來越多 這些新聞 希望 可以快點回復正常 今集時間 就這樣 下一節再跟大家說 其他新聞 拜拜